孤男寡女共处一楼 哎不是 孤男寡女共处一房 哎不是 孤男寡女共处一场 难道只能看夜光手表吗 大家好 我是大虾 今天我要谈谈我的爱情 爱情这个狗东西 真的是道不明 说不白 但是今天我要 好好的阐述一下这个狗东西 回忆往昔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三咖咖 我和小丽 就是我面前这个牛 我们相遇了 在遇到他之前 他那个时候真的是又脏又臭 我抱着白剪 白不剪的想法 把他剪回家 经过一番收整后 我发现我貌似有点小赚 但是小丽好像不太会说话 经过我的努力沟通后得知 他小时候的脑子被鱼踢了 导致现在的反应有点慢 我抱着多一个人 多一双筷子的想法 决定收留他 但是我现在怀疑 我的决定是错误的 可能是小丽的脑子 被鱼踢了后 后遗症比较强 导致我们之间产生了时差 我又抱着 剪了就懒得扔了想法 决定好好地教导小丽 我带小丽去看日书 但是由于我的脚滑了 导致我的人生被重置 我回到了原点 还好小丽还在 我就知道 被鱼踢了的脑子 是最能被信任的脑子 有一天我发现我恋爱了 爱琴这个狗东西 居然向我走来了 我每天帮小丽洗澡 擦香香 她总是很惬意 我每天守着她睡觉 不越雷尺半步 不是我有多个傲 只因我是一双手 我看着她的脸庞 我听着她的呼噜 爱琴这个狗东西 真是让人触不及防 每每这个时候 我对着镜子里面的自己感叹 为什么我是一双手 左手和右手 清晨我给小丽 选了我最喜欢的衣服 给了她最喜欢的甜甜圈 带着相机去我的一抹三分地 每当我拿起相机对准她的时候 她就会微笑地对我比个夜 在这三看咖 到处都遗留下了她比夜的记录 也留下了我的脚印 我好像是一双手 管她了 和她在一起的感觉 每天都是充满七万的一天 随便花 爱琴这个狗东西 短暂而令人回味 我爱小丽 我不希望我在她身边 只是默默守护了一双手 我想和她一起在这个三咖咖 共度一生 我做下了艰难万分的决定 我决定去了 西牛鹤州 灵台方寸山 邪悦三星洞 拜菩提主持为师 让她给我生命的全部 我也要给小丽生命的全部 关注我 为爱琴这个狗东西 点赞